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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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好 今夜的上海 催在你我善良同彩 六月的余蓝 白色芬芳盛开 寻找内心的指引 来和每一个故事相遇 属于时光的白云蓝 属于世界的白云蓝 生活的土壤 云于每一段故事篇章 属于时代的白云蓝 属于我们的白云蓝 纠纠在心中云一份热爱 在光影岁月中绽放 东康绽放 绽放王满 东康绽放 绽放王乡 东康绽放 绽放王满 东康绽放 绽放王乡 谢谢 谢谢 谢谢于时 谢谢于时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那于时呢 今天也是我们白云蓝 绽放颁奖典礼的嘉宾主持 欢迎你的手卡 等一下 不会拿到手上又穿越了吧 不会 我今天一定会占满全场 方喜交给我 行 好的 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 白云蓝的《多宠宇宙》 电视剧的世界呢 就是这样妙趣横生 脑洞大开 没错 一段精彩的表演之后呢 今天晚上的颁奖典礼大幕 将正式拉开 尊敬的各位领导 各位来宾 女士们 先生们 大家 欢笑好 这里是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29届上海电视节白云蓝绽放颁奖典礼 今年上海电视节移师至领港中心盛大举行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中国上海自由贸易事业区领港芯片区管理委员会 特别支持单位领港投控集团 官方合作伙伴指定合作场地领港中心 这亨海电视节目标堂典礼港转发展 欢迎大家来到 这一座年轻的城更是一座年轻人的城 在这里感受文化活力和城市发展的同频共振 我们今天也特别邀请了 上海青音乐团来到现场 在刚刚的开场节目中 他们就带来了非常精彩的表演 同时他们也将在今晚的颁奖典礼中 演奏获奖电视剧主题音乐 共同见证白玉兰的荣誉绽放 没错 今天晚上的现场 可以说是星光灿烂 我们看到台下有很多的老朋友 有一位是我非常尊敬的前辈的艺术家 丁永代老师 欢迎您 她也是去年最佳男配决奖的获得者 同时在台下我们也看到很多 历届白玉兰男女主角奖的获得者 有胡歌 严丁 有周迅 还有宋佳 欢迎你们 同时还有一些年轻的朋友 可能有些朋友都是第一次 来到我们的这个现场 唐燕应该是第一次来到白玉兰的颁奖现场 那董子健应该是来过 我记得 还有这个江岩 江岩在哪里 江岩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白玉兰的现场 同时在下面我们还看到很多更加年轻的面孔 有林一 刘异帖 史彭源 这些都是我们中国影视界的后浪 再者要给大家介绍我们台上的两位主持新星 于是冯玲把掌声送给他们 谢谢陶老师 我们继续努力 好 谢谢陶老师 继续努力 同时今晚我们颁奖典礼将在东方卫视播出 同时我们的盛典会通过腾讯视频 百事通 咪咕视频 在网络平台进行全程直播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本届电视节的官方合作伙伴 指定游水百岁山等长期以来一直支持我们的合作伙伴 谢谢大家 2024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 也是上海解放75周年 人民城市人民建 这座有温度的人民城市正在打造文化自信自强上海样本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 奋力开创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新局面 现在请允许我介绍出席今天上海电视节白玉兰 绽放颁奖典礼的各位领导 他们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永雷 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家明 上海市委常委临港芯片区党工委书记 管委会主任陈金山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巨司司长高常立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科技司司长余英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创新发展研究中心负责人杨华 欢迎各位的到来 今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与上海电视节组委会 将向三部优秀作品颁发国际传播奖 现在有请著名演员严妮为大家揭晓 掌声欢迎 大家晚上好 我是演员云妮儿 你刚叫我 我在后面呢 非常荣幸今天能够为大家揭晓本届白玉兰的第一个奖项 国际传播奖 2019年在第25届上海电视节上 我被授予中国电视剧海外推广大事 肩负着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中国声音的重任 这几年我见证着中国电视节目 从影视出海到文化出圈 优秀的国产影视内容 正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不小的中华文化热潮 乘风破浪的驶向下一片蓝海 接下来我将为大家揭晓 获得本届白玉兰国际传播奖的作品 请看大屏幕 获得第29届上海电视节国际传播奖 动画片的是《中国奇谈》 获得第29届上海电视节国际传播奖 纪录片的是《灵探之路》 获得第29届上海电视节国际传播奖 电视剧三题 让我们掌声有请获奖代表上台接受荣誉 同时我们有请国家广电总局 国际司副司长杨勇 上台和严妮一起为获奖代表颁奖 天员会的评语《中国奇谈》 让众多国家和地区的观众得以窥见中视想象的奇境之美 作品蕴含了中国人的生命理念和思考 在动画叙事方面进行了深耕和开拓 体现了中国风格和审美 《灵探之路》已深刻的洞察力和精湛的影像艺术 展现了中国在绿色低碳发展道路上的坚定步伐与卓越成就 传递了可持续发展的全球价值 三题去年上线腾讯视频播出以来 以其出色的品质被誉为华语科幻聚集的标杆之作 即至今天该片已发行至美日韩的阿尔多个国家和地区 让许多外国的网友见证中视科幻的魅力 让我们再次用掌声谢谢各位 谢谢 请入座 好 我们请杨永司长稍后 谢谢各位 请入座 大家知道啊 近年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国产影视出海图鉴不断上线新景观 影视题材呢愈发丰富 传播的规模呢也是越来越大 内容和质量不断地提升 中国影视作品呢致力于向世界 讲好我们中国故事 今晚将有两位优秀演员 被授予中国电视节目 海外推广大使的称号 让我们有请著名影视剧演员 佟大为为大家揭晓 有请 大家晚上好 我是演员佟大为 很荣幸能够为大家揭晓 这里我的妹妹刘亦菲 陈晓 恭喜恭喜 好 我们有请两位登台 接受荣誉称号 同事也有请国家广电总局 国际司副司长杨勇 和演员佟大为 为两位优秀的演员颁发荣誉证书 谢谢杨勇司长和佟大为 请两位嘉宾入席 好 我们请刘亦菲和陈晓发表感言 首先非常感谢上海电视节组委会 给我这个奖项 也非常开心我哥哥 能帮我颁这个证书 就是沉甸甸的 饱含了海内外观众的认可和期许 从《沐浩路》中的赵盼儿 到去有风的地方的许红豆 再到在感情中成长的黄一梅 我爱她们 我更爱她们背后所传递的 中国文化和女性力量 作为演员永远会被 探索角色的热情推动 希望越来越多的优秀的 中国影视作品走向世界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陈晓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支持 也感谢白玉兰授予我这份荣誉 作为演员 我很荣幸在每个角色之中 可以传递中国文化 表达中国情感 作品是表达是传递 那我希望用更多的作品 与观众对话 与世界相连 未来我也会竭尽我所能 讲好中国故事 为弘扬中华文化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以作品秘之音 天涯若比林 谢谢 让我们再次感谢两位 请入座 谢谢 我们相信有越来越多的演员 可以承担起这样一个重任 向世界各地的朋友们 来介绍中国的影视剧 来介绍我们富有智慧的 中国文化 好的 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是 组委会特别奖 我们有请颁奖嘉宾 演员胡歌唐嫣 大家好 我是胡歌 大家好 我是唐嫣 非常高兴 今天可以跟老胡一起 为大家揭晓 本届白玉兰 组委会特别奖 我想一部优秀的电视作品 无论是电视剧 还是纪录片 又或者是综艺 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能够唤起 所有人的共情 没错 我相信今天在座的 每一位电视人 都是用心真诚创作 地球真实呈现 才能收获观众的真心 一个真字可以 今天我们颁发的这个奖项 它具有非凡的意义 获奖的作品 为时代留下了注脚 向世界展示了自信 那么接下来 就让我们共同来揭晓 这份荣誉的归属 获得 组委会特别奖的是 纪录片 通向繁荣之路 中国智慧 中国行 综艺 恭喜 好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让我们掌声有请获奖代表上台 接受荣誉 组委会特别奖的评语是 纪录片 通向繁荣之路 在内容创作表现形态等方面 都有实质性的突破 创造了更加多元 超越普通纪录片的思想价值 学术价值 新闻价值和美学价值 中国智慧 中国行 通过精彩丰富的表现手法 生动呈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的伟大实践 彰显出中国智慧独有的生命力 好 再次感谢我们的颁奖嘉宾 胡哥和唐嫣 也让我们再次祝贺获奖者 祝贺 请入座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将注意揭晓本届白玉兰奖 四个单元的各个奖项 那首先我们要颁发的是 动画片单元的奖项 让我们有请颁奖嘉宾 本届白玉兰奖动画片单元评委 法国动画制作人弗雷德里克·皮安石 日本动画编剧导演钢田魔理 中国动画导演陈廖宇 掌声有请 本事有请领奖嘉宾 我介绍杨奖邀 编曲は专家区で 大家好 我是评委 刚田魔理 大家好 我是动画单元评委 HAIin Liaoyu befell的予发展 拍摄 num会 写者 创敬这次双显 wer 我们最后 双显对 威你 大家晚上好 我是动画片单元 评委会主席 弗雷德里克皮埃什 很荣幸在这座充满活力 开放包容的大都市 推动动画片制作人 进行文化交流 接下来我们将要颁发的两个奖项 分别是最佳动画片奖 和最佳动画剧本奖 我都有点紧张 获得最佳动画片奖的是 《坤朗布莱克的宝箱》 最佳动画员是 Quentin Blake's 《草充山的宝箱》 好 我们有个视频 最好的故事是《Skip and Lova》 荣获最佳动画剧本奖的是《要动青春》 各位,请看影片 恭喜你 恭喜你 请看大屏幕 祝贺两部作品 评委会的评语是 昆天莱克的宝箱完美融合了CG技术和二维渲染 手绘风格生动 富有想象力和情感的故事令人动容 每一个细节都能让人感受到 创作者默默的努力和满满的爱 跃动青春真诚而温暖 用温柔细腻的手法展现人与人之间的相遇和接触 是如何孕育出故事的 所谓高中生的故事 但能打动每个年龄层的人 好,我们有请颁奖嘉宾 为我们的获奖者颁奖 谢谢颁奖嘉宾 请颁奖嘉宾发表获奖感言 谢谢大家 好,恭喜颁奖嘉宾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能够获得这么大的一个 谢谢颁奖嘉宾 我想代表我们的制作团队 来自Paworks的各位同事们 还有包括DMM公司的同事们 还有援助的作者高松美孝老师 没有他们没有办法实现我的这个奖 最后想感谢颁奖给我这个奖的 白玉兰的最佳动画剧本的 能够获此束容 非常感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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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很开心 我们很开心 我会感谢 我们很希望感谢 我感谢 很多人 因为 Animation 我感谢 每个人 所有的其他人 在电视界 都是继续工作 所以我感谢 这些美丽人 工作 这些特别人 尤其是 美丽人 BBC EagleEye Productions Massimo Fenati 還有所有工作室 Creative Conspiracy,Spicy Acorn 在London,Kong,Chuck,Lil 所以謝謝,CeiCei 好 謝謝 再次祝賀我們的兩位獲獎者 感覺在台上的時候也比較的freestyle 不過好的動畫片 真的是可以超越語言 超越文化的 它可以直接和觀眾的心靈對話 沒錯 接下來我們將要頒發的是 紀錄片單元的獎項 讓我們有請頒獎嘉賓 本屆白玉嵐獎紀錄片單元評委 印度導演製片人魏克然 荷蘭紀錄片導演范贊特沃特 中國導演蕭涵掌聲有請 早安 大家好 我是判決總統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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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晚上好 我是評委范贊特沃特來自荷蘭 我是紀錄片單元評委 中國導演蕭涵 大家好 我是紀錄片單元評委會主席魏可然 大家好 我是紀錄片單元評委會主席魏可然 本屆白玉嵐獎紀錄片 恭喜獲獎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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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 祝贺获奖作品 请登台领奖 评委会的评语是 叫我舞者讲述了一个关于 坚韧与专注的感人故事 影片生动地描绘了 主人公马尼什的心目历程 他作为一个外来者 顶着来自社会舆论和家庭的 巨大压力 历经万难 最终在竞争激烈的芭蕾圈里 获取了一席之地 可以中国显现出了巨大的创作价值 扣人心弦的影视语言 精确地捕捉了自然之美与历史一致 顶级研究人员的深度研究 以及稀有文物的出土 为模拟叙事场景 提供了坚实的历史与事实基础 这一切交织在一起 在保存历史真实性的前提下 很好地描绘了中国的起源 好 祝贺我们的获奖者 请我们的获奖者代表 发表获奖感言 也谢谢我们的颁奖嘉宾 我们今天非常地疏忍 很快地 您享誉 Thank you Magnolia Awards And as everybody says It takes a team And this team is Jennifer, Pipp, Cynthia, O'Ree And it's a story of hope And my hope is that China will see this film And I know you'll enjoy it Thank you Thank you 感谢中宣部国际传播局的资助 《何以中国》是上海广播电视台 打造文明看员看东方文化IP的一部分 也是上海建设习民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的重要出品 从开播之后观众的热捧 到走进校园成为历史教学的影像教材 这到今天得到白云南这种重磅专业奖章的认可 让我们上海广播电视台 更加坚信了讲好中国故事的信心 也更加坚定了专业主义和长期主义的追求 我们所信仰的 我们将反复述说 再次感谢白云南 荣誉属于欧星力写的主唱团队 荣誉属于伟大灿烂 深深不息的中华文明 谢谢 下面请我们的总导演甘超发表 谢谢宋台 谢谢上海电视节和评委会 将这个非常重要的荣誉 给到合一中国 上一次我站在白云南的舞台上是16年前了 之前一起拍摄纪录片的伙伴 今天还在并肩战斗 所以合一中国见证了 我们对纪录片的热爱不会变 感谢我们团队里的每一位成员 感谢一直默默支撑着我们的家人 感谢国家文物局 上海广播电视台 感谢上海世卫宣传部 以及各位领导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 没有你们不会有何以中国 感谢那些碧露蓝绿 青灯黄卷的考古学家 是你们的研究成果 给我们打开了一个灿烂 辉煌的中华文明的宝库 最后呢我想将这个白云南奖杯 献给我们已故的 著名的考古学家 严文明先生 中华文明必将会像 重磅花朵一样绽放千秋 谢谢 再次祝贺获奖者 请入座 我们也要谢谢所有的纪录片人 用独特的视角和时间的沉淀 传递了现实和历史的温度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颁的是关于综艺的奖项 我想问于是 平时你有时间看综艺吗 也会关注一下 我们自己的国潮综艺 那近年来啊 一步步让人耳目一新的 国潮综艺 就好像雨后春水一样涌现出来 这些节目呢 用观众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 来弘扬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 频频破圈 让每个年龄段的观众 都自发地想要多看 爱看 想看 接下来 让我们有请演员 霓虹杰 王欧 为我们揭晓 最佳综艺节目奖项 有请 大家好 我是演员王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演员霓虹杰 今天我们两班的是 最佳综艺奖 最佳综艺 我想问王欧 如果你可以选的话呢 你想参加哪种类型的综艺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想选择参加旅行类的综艺 这样呢 可以跟姐姐妹妹们一起 去全世界的美景 有美食的地方去打卡 然后还可以带领观众们 一起领略各国的风光 想想就觉得幸福耶 听你说完也觉得特别幸福 那你呢 我也特别想参加旅行类的 这样的综艺 那这样我就在工作的空余 平时我也会出门走走啊 去欣赏一下我们祖国的 大自然的风光呀 风土人情呀 整个人就会感觉 非常的轻松 然后很自由 就感觉自己被冲完电之后 又可以全身心地回到 投入到我的工作当中来 说得真好 原来我们是同道中人妹 那其实我突然还想到 你很适合去参加敬眼类的节目 我吗 我为什么适合参加哪一类敬眼类 就比如唱跳舞台类的 表演类的 你觉得呢 因为这个我很有经验啊 因为去了那里 简直就是进入了一个技能培训营 我相信你在那里 一定可以完全地展示你的魅力 王王比你这么一说吧 我还真是觉得我可以耶 那导演组是不是以后可以考虑一下我 霓虹节很百搭的 等会许愿之前呢 我们是不是要先来共同见证一下 最佳综艺的这个荣誉时刻 最佳综艺节目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4年春节联欢晚会 以及花儿与少年思路记忆恭喜 请看大屏幕 祝贺 祝贺 有请获奖作品代表上台领奖 恭喜 恭喜 好 感谢我们的颁奖嘉宾 谢谢 请我们的获奖作品代表 发表获奖感言 谢谢白玉兰 谢谢所有的观众和同行们 对龙年春晚的厚爱 这是我第二次代表 总台文艺的创新创造 站在白玉兰的舞台上 非常感慨 就是六年前的这个时候 我们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刚刚成立 然后那个时候 白玉兰给了当时还具有探索意义的 国家宝藏最大的鼓励 六年来 白玉兰也见证了所有的这些 弘扬传统文化的努力 如今变成了同行们一起 共同地建设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的自信和自觉 那今天站在这儿的是我一个人 但是我代表的是龙年春晚 台前幕后几千名工作人员和艺术家们 春晚是一顿难做的年夜大餐 我们服务于全球华人 可能它注定无法让十几亿观众 每个人都顺口 但是我们一直在努力 希望大家每吃上一口 都能感觉到幕后的这帮厨师们的 用心用情和赤诚 再次感谢白玉兰 感谢总台 感谢所有的观众 谢谢大家 也谢谢这个伟大的时代 祝贺于磊 来我们有请花儿与少年的代表 哈喽大家好 我是新人演员赵昭仪 我们是花儿与少年 首先非常感谢白玉兰奖能对我们 花儿与少年思路记给予这份认可 然后也很荣幸能够代表我们 花儿与少年思路记 来领取这份荣誉 我觉得我手里这个奖杯不仅仅属于我们花哨 属于节目监制夏青老师 节目制片人李超超格 然后更是属于每一位喜欢和支持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 还有台前幕后总共100多位的工作人员们 感谢大家的辛苦付出 然后2024年其实对于花哨来说是一个新的十年的出发和起点 我相信下一个花哨团也会肩负着使命和期待 做好文化交流的使者在这个仍然绽放着的思路之上 我觉得我今天来不仅是我自己 然后我也是陆姐 蓝姐 蕾蕾姐 八八姐 老王哥 小胡 我是我们北斗七星的大家 我们花哨团其实有一句话 这句话是相遇不一定有结局 但是一定会有意义 我觉得我会带着我们相遇之后的这份美好的回忆 继续努力成长 谢谢大家 再次祝贺霍江哲 请入座 祝贺两位 综艺的榜样作品不仅可以娱乐和治愈观众 更可以鼓舞和激励人心 说到综艺 我又想问问于世了 刚才两位姐姐也提到了 如果想让你参加一档综艺的话 你想参加什么类型的 这是个好问题 这还挺难抉择的 但如果真的要让我选择一档节目的话 我可能想要参加职场体验类的节目 因为不仅可以体验不同的岗位 其实也可以为表演累积不同的生活经验 我觉得你经验挺丰富的 喜马射箭 上天入海 还有你什么没有经历过体验过的吗 还真有 你看现在我这个主持 要有一个主持类的综艺节目 其实可以考虑一下 今天是来预习了是吧 对 预习了 我们所有在座的综艺大导 你看这样的宝藏男孩是不是值得我们为他量身定做一个综艺 而且他的开场弹唱是不是也很棒 我觉得你还可以跨界阴踪 这个我当然是乐意挑战 但是坦白说 我跟专业的歌手比起来还是有差距在的 就比如说咱们即将要登场的劳拉费奇 就是我非常崇敬的一位歌手 他有很多的歌曲大家都耳熟能详 我已经期待值拉满了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荷兰爵士歌手 劳拉费奇和内地灵魂唱将 郁可维合作带来中外金曲连唱 掌声有请 你问我爱你哦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多深 我的心 我的心不比我的爱不偏烈亮大 我的心 轻轻地渴望 一点它动不动心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多深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你去想你去看一看烈亮大 别爱我的心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你问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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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你问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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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MARA SIEMPRE QUE TE PREGUNTO ¿Qué, cómo, cuándo y dónde Tú siempre me responde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Estás perdiendo el tiempo Pensando, pensando Pero que más tú quieras ¿Hasta cuándo, hasta cuándo? Y así pasan los días Y yo desesperando Y tú, tú contestando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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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二位专家请教一下 海外居恩代的作品 是如何能够牢牢地掌握住观众的心的呢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about multiple seasons and series is to have a continuous and open-ended storyline while also leaving some humor in the plot to keep the audience's appetite whetted and to wait for the next season with curiosity 我认为巨恩代最重要的是 要有一条漫长且留白的故事线 同时还要在剧情中留有一些幽默感 在调阻胃口的同时 还能让观众带着好奇心 去不断探索等待续片 我很赞同 我发现中国也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巨恩代 比如今年热播的庆余年第二部 我是等了五年才终于看到 我还推荐给很多朋友们看 我是希望第三部不要等太久 非常赞同Andy老师的说法 谢谢二位的分享 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揭晓两个奖项 分别就是短片与长片的最佳海外电视剧 And the awards go to And the winner of the best foreign tv series goes to Spinners And the winner for the best foreign tv series And the winner of the best foreign tv series goes to Zuijia Hai外电视剧 Duan Jujian The short series goes to Songbear Zuijia Zuijia Hai外电视剧 Duan Jujian Zuij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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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honour to the winners Can you . 结构紧凑 情节充满张力 多元视角下的角色叙述 交织成一幅细腻的画卷 其独特的影视语言 其艺术技巧令人赞叹 对人性的深刻洞察 也令人深思 《定源飘移》是一部 制作精良的南非电视剧 在导演 摄影 美术 表演等 多方面表现出成熟的专业度 剧中人物性格特征鲜明 展现出与众不同的活力 谢谢领奖嘉宾 请获奖者发表获奖感言 现在我们有您接受的访问 谢谢您非常非常感谢 来到《Shanghai-Magnolia-TV-Festival》 这是一个厉害到南非电视剧 而是一个厉害到《Kanal Plus》 Multi-Choice 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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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ik c 组织织 我们能严Fi集 现在看见 Chooseutlich 组织 1过 drama 还有大家的ieni部 非常感谢上海电视节评委 这是一个名义的 aned Eleanor 非常感谢我的剧组 所有的成员们 感谢Kanal Plus 也很多阅 cry frost œان和他们的家人们 谢谢 谢谢 有很多人在這系列 所以謝謝 謝謝大家 這是我第一次來到中國 當然不會是最後一次 我覺得中國的觀眾們非常的熱情 也要感謝上海電視節 感謝組委會 我認為製造一部電視劇 是需要花很長的時間 投入非常多的精力 同時也要感謝我的團隊 感謝導演 感謝參與這部片子製作的所有的人 謝謝大家 好的 謝謝我們的獎人 是很榮幸 你們在上海 女士們 先生們 觀眾朋友們 這裡是第29屆上海電視節 白玉蘭綻放頒獎典禮的現場 今晚我們的頒獎典禮 將在東方衛視播出 同時我們的典禮還將通過 騰訊視頻 百事通 咪咕視頻 在網絡平台進行全程直播 下面我們將要開啟的是 中國電視劇單元獎項的頒發 那說起電視劇呢 我最近剛追完一部 我的阿樂泰 所以我看到嘉賓主持的名單是余世的時候 我心中有點小竊喜 因為我要當著巴泰的面誇一誇 這部戲拍得非常有感染力 我已經去過阿樂泰了 但是很想盡快再去一次 謝謝 謝謝 我也是最近聽說身邊有不少的朋友和觀眾 跟我分享了奔赴阿樂泰旅行打卡的故事 我特別開心有那麼多人 因為看過我們的電視劇 同時愛上了阿樂泰 沒錯 看過一部劇 愛上一座城 這就是我們影視和文旅的奇妙碰撞 大家一定還記得 今年開年一部繁花吸引了多少遊客 到黃河路來打卡 那我相信啊 今年咱們白玉蘭的開場大片一波 觀眾們要來臨港打卡了 沒錯 但是這也是劇組的美術 和攝影老師的功勞 對 剛好我們現在要頒發的就是這兩個獎項 最佳美術獎和最佳攝影獎 好 讓我們有請頒獎嘉賓 本屆白玉蘭獎電視劇單元的評委 著名美術指導韓忠 演員林允為我們揭曉榮譽歸屬 大家好 我是美術師韓忠 大家好 我是演員林允 今天非常榮幸能和韓忠老師一起頒獎 相信大家都看過韓忠老師指導的優秀作品 《風起隆熙》《覺醒年代》等等 我發現在您的作品中有很多中國傳統文化的元素 被運用在智景道具中 那您覺得應該如何概括東方美學的呈現呢 我認為東方美學是一種極致的浪漫 我個人也比較喜歡把中國繪畫的一些原理 審美和思維方式都融入到我的創作中去 就所謂的這個術客走馬 密不透風等等 說得特別棒 我覺得網友有句話說得特別合適您 就是劇裡的每一針結出來都能做平保 就是這可真是美術和攝影的雙重加持 過癒了 其實畫面的精美呈現 是電視劇幕後的每一位工作人員 和演員共同演繹的一個結果 能夠得到觀眾的認可 就是我們最大的滿足 那麼接下來讓我們一起通過提名VCR 了解本屆最佳美術的入圍劇作 請看大屏幕 來 讓我們看一下 獲得最佳美術的是 圖南 繁華 恭喜圖南 祝賀獲獎者 請上台領獎 編會的評語是繁華的美術 準確提煉了原著的美學元素 用血液化的手法 極致化地呈現出上海的風情與魅力 極致化地呈現出上海的風情與魅力 好 謝謝我們的頒獎嘉賓 謝謝 也讓我們再次祝賀屠老師 請發表獲獎感言 謝謝評委會給我這個榮譽 謝謝王家衛導演 謝謝我的家人 謝謝繁華劇組的全體同仁 尤其是我的美術組 指景和道具 是我們一起用生命的四年時光 再現了三十年前的上海 我希望再過三十年 當人們想起九十年代 還能想起繁華中的上海 謝謝大家 我們請圖南先生留步 請您留步 這個熟悉繁華拍攝的觀眾都知道 在這部劇拍攝之前 曾經劇組向全社會 征集九十年代的老物件 那麼這個舉動引起了 全社會的非常激烈的反響 很多的圈內圈外朋友 都把家裡的那些珍藏的老物件 捐獻給繁華劇組 團老師有什麼特別的故事 可以跟大家分享 您特別受感動的 其實有很多都挺感人 您舉個例子 但是我印象最深的一個 是一本相冊 這個應該是上世紀二十年代 出生的一位女士的 她的相冊 她是從她的中學到大學 一直到建國以後成為一名校師 然後結婚生子的所有的照片 以及她退休之後成為外婆 成為奶奶的所有照片都在裡面 那這是一位在一生都生活在上海的 一位女性 從她的照片中我們看到了 上海女性的生活的方方面面 也看到在生活中層層疊疊的情感 這個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件的道具 所以在繁華當中我們看到電視劇裡邊的每一個細節 一張紙 一張照片 一個縫紋機 一條圍巾 每一件小物件都保留著那個時代的體溫 都凝聚著一段非常難忘的記憶和情感 再次謝謝圖南老師 謝謝 謝謝姐姐入席 謝謝 請入座 原來有這麼多的細節都藏在繁華當中 其實我們不妨可以拿著放大鏡 再去二刷一下 好的 接下來我們要繼續來揭曉 最佳攝影獎項 我們有請兩位嘉賓 接下來讓我們一起通過提名VCR 了解本屆最佳攝影入圍劇作 請看大屏幕 獲得最佳攝影的是 是 鮑德喜 澄澄 金澄玉 繁華 恭喜鮑先生 好 我們請鮑德喜先生上臺領獎 恭喜鮑德喜老師 其實攝影一共有三位 我們看到鮑德喜老師帶著自己的兩位夥伴 一起來到我們的舞台上 讓我們再次把掌聲送給鮑德喜老師 以及他的合作者 評委會的評語是 繁華的攝影 用虛實相生的鏡頭語言 在巧妙的光影運動中 描繪出上海這座城市 獨特的絢麗色彩 好 謝謝韓庄老師 謝謝李允 來 我們請鮑德喜老師 代表攝影團隊 跟大家說一說獲獎感言 謝謝你們 謝謝大會 非常高興 就是對於我這個 沒有拍過電視劇的人來 第一次拍電視劇中拿獎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榮幸 一個你們覺得好的攝影的電視劇 一定離不開導演 我們的王導這個美學 囊括了一切 他對我們整個光影構圖的關注 幾乎超過了我們自己 然後當然沒有全體演員的精彩的表演 我們任何的光打得再好都不會出色的 我要留下一點時間 給我們兩位拍檔 講講感言 拿了 感謝上海電視劇 白玉蘭獎對我們的認可 感謝王家衛導演 感謝鮑德喜先生 也感謝每一位演員的精彩呈現 感謝我的攝影團隊 移動團隊 燈光團隊 感謝劇組的每一位同仁 最後我要謝謝我的家人 謝謝我的太太和我的兒子 謝謝你們的支持和鼓勵 愛你們 先要謝謝主委會給我們這個獎 然後非常感謝王家衛導演和鮑老師 帶我走進繁花的世界 非常感謝 非常感激和我一起工作多年的同事 還要謝謝各位演員的精彩表演 和圖男老師的完美呈現 最後我要特別謝謝我的家人 謝謝你們 謝謝 我們請鮑德喜老師劉布 我們還有一個問題想請教您 來 今天非常有幸 我也能在現場請教鮑老師 其實我們知道您拍過很多的電影 但是這次是首度拍攝電視劇 有什麼特別之處嗎 特別呢就是我跟王道都沒有拍過電視劇 所以我們就這樣衝上來了 我們基本上是沒有考慮是電視劇還是電影 我們盡可能的要把它拍好 這就是我們兩個人的共識 所以呢我也是色彩控啊 所以呢要做很多的測試 然後因為我們是拍電視嘛 我們用什麼來看才是標準呢 因為電視現在通過TV通過手機 iPad來看 所以我必須要買一個大的電視 一個標準的電視 那麼然後我拍的所有測試片 要放在大的電視上跟王道來說 喜不喜歡這樣還是喜歡那個 所以我們挑選了很多 所以最後才達到一個共識 非常感謝鮑德錫老師 也謝謝所有的攝影團隊 謝謝你們請入席 謝謝大會 謝謝各位 所以剛才鮑德錫老師的這番話說明了 我們每一位從事電視電影藝術的 所有的幕後人員 他們的這種匠人之心 沒錯 那接下來我們將要頒發的是 最佳原創編劇獎和最佳改編編劇獎 我們有請頒獎嘉賓 本屆白月蘭獎電視劇單元的評委 編劇王小強 著名作家 矛盾文學獎獲得者孫甘露 掌聲歡迎 大家好 我是王小強 大家好 我是孫甘露 特別榮幸今天有機會能和孫老師一起同台頒獎 我想首先祝賀您的作品《千里江山圖》 入選了高考的閱讀題 謝謝 謝謝 然後我也想藉這個機會 想請問您作為原著作者 對於不管是觀眾還是讀者 他們對這個小說的解讀怎麼看 讀者是非常重要的 我也是時常就會看一些他們的分析和解讀 其實也從中獲得了很多教義 如果說編劇對小說的改變是二創 那觀眾的解讀就是三創 我們也期待孫老師的《千里江山圖》的影視新作 謝謝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一起來看一段提名的VCR 了解最佳原創編劇入圍名單 請看大屏幕 獲得最佳原創編劇的是 高璇 任寶如 《不完美受害人》 祝賀獲獎者 請上台領獎 評委會的評語是 《不完美受害人》 用成熟嚴謹的劇作結構 展現了小人物面對權力的懦弱 掙扎和反抗 顯示出編劇的悲憫情懷 祝賀獲獎者 請獲獎者發表獲獎感言 謝謝頒獎嘉賓 來 請兩位編劇發表感言 大家好 我是編劇高璇 感謝評委會 把原創編劇 頒給《不完美受害人》 白玉蘭是我心目中的一座山峰 感謝托舉我們 登上這座封頂的劉濤先生 愛奇藝公語王小輝先生 楊貝女士 更要感謝和我們一起來打 這場美好的仗的 羊羊導演 周迅 以及劉毅君 林允 楚希 陳述 影兒董傑 及全體演織員 向所有入圍的編劇前輩和同行們致敬 也向更多還在堅持原創的編劇致敬 致敬你們 始終捍衛著中國編劇的表達 越過山丘 山外有山 繼續攀登 步履不停 謝謝大家 有一點點激動 我和高璇搭檔 寫了很多年劇本了 應該講從一開始 小時候我們只關注自我成長的表達 到後面呢 開始有一點點想要多關注社會的表達 再到現在 有了一點點想要替弱者發生的責任感 那麼《不完美受害人》這部作品 就是我們在這個領域的一次嘗試 這部劇關於弱者 關於成長 關於反抗的勇氣 我們希望這部劇能夠傳達給很多 受到傷害 覺得自己有瑕疵而不敢反抗的弱者 告訴他們 我們所有人都不完美 所以我們要勇敢 謝謝大家 謝謝 也再次祝賀兩位編劇獲獎 好 請入席 謝謝 那麼接下來將有兩位嘉賓 為我們繼續揭曉 最佳改編編劇獎項 有請 接下來讓我們一起通過提名VCR 了解本屆最佳改編編劇的入圍劇作 請看大屏幕 獲得最佳改編編劇的事 秦文 繁華 恭喜獲獎者 請秦文 上台領獎 評委會評語是 繁華的編劇準確地把握了原著的靈魂 完美地完成了 從文學作品到視聽藝術的轉換 要請王小鏘先生跟孫甘露先生 把榮譽授予秦文 從前半生到繁華 請問兩度獲得白玉嵐獎 來 發表感言 我還是有點激動的 感謝組委會 感謝評委會 感謝白玉嵐 感謝腾心視頻 感謝澤東 感謝上海 因為他滋養和風吟了我的成長和創作 前段時間劇本 劇組在整理資料的時候 計算了一下我們寫過的劇本 有102萬字 我自己也沒有想到我自己這麼能寫 除了劇組的工作人員之外 其實很多人是沒有看過劇本的 是劇組的每一位工作人員 我的同事們 你們的工作 你們的努力 使大家能夠看到我的劇本 並且收穫肯定 所以我要感謝你們 最重要的是要感謝王家衛導演 其實改編很多時候 並不是像大多數想像中那麼容易的 文心雕龍說 改章難於造篇 雖然我已經寫過不少劇本 但是在這次繁華的改編過程中 還是遇到了很多山寵水賦和束手無策 是王家衛導演用他天賦的才華和豐富的經驗 為我們的故事和人物找到了柳安花名 謝謝王家衛導演 最後要謝謝我的家人 謝謝你們多年來對我的包容和支持 謝謝大家 祝賀秦文 請入席 謝謝秦老師 那麼接下來我們將要頒發的是 最佳男配絕獎 我們來掌聲有請頒獎嘉賓 青年演員中楚希周宇彤 大家好我是演員周宇彤 大家好我是演員周宇彤 大家好我是演員中楚希 今天很開心能和宇彤一起頒發這個最佳男配角的獎項 那麼今天莊潔和安心可算是碰面了 是的我還記得我們楚希扮演的安心在這個劇中最後跳舞的盡頭 真的非常的美好然後又充滿了力量感 那我很好奇 如果楚希今天在我們這個入圍的五位老師中 你選擇一位做你的舞伴的話你要選誰呢 那肯定是陳明浩老師呀 誰不想和馬蘭德龍勝一起尬個舞呢 是不是 是 別說我了啊 說回你啊玉彤 您可是我們公認的 在我們影視劇中輪港的職場人啊 如果讓你選一個加班搭子 你會選誰啊 我選董子健老師吧 對 因為我很想跟楊勳廠長長一起創業 就不要再打工了 可以可以 那我 我得去黃河路上找范總了 我得讓他帶我做生意 我得當老闆啊 可以嗎 可以嗎冬勇老師 您帶帶我就這麼說定了 行 那既然都選成這樣了 我就逃離現代吧 我要去古代和我們的送點史 定李老師一起繼續打工 你看怎麼樣 可以 上股下金非常好 好 那我們今天這五位入圍的演員 也都是全員上崗的對吧 那接下來就讓我們一起看一下 他們的打工實錄怎麼樣 一起看大屏幕吧 好 獲得最佳男配角的是 好 獲得最佳男配角的是 寧禮帆城之下 恭喜 恭喜 恭喜您禮 請您禮上臺領獎 評委會議的評語是 團城之下中的寧禮的表演 將純熟的技術技巧 潛藏於生活化的細節之中 外表波瀾不驚 內心衝突激烈 看似輕鬆隨意的表演中 充滿張力 謝謝兩位頒獎嘉賓 請禮發表獲獎感言 先讓我平復一下 我覺得這個獎 應該是屬於我們今天提名的 這五位的每一個人 之所以這個獎那麼 金燦燦和陳甸甸 都是因為他們的優秀 和他們這麼多年來 為了這個夢想所做的努力 所以我要感謝董永老師 董子健老師 廖凡老師 還有明浩老師 這是我們集體的榮譽 我只是來把它領取過來 我第一次知道白月蘭的時候 是我大學二年級 當時白月蘭兩歲 我當時就給我心中 許下了一個願 我說我有一天 我一定要站在這個舞台上 但是我沒有想到 我剛才數了一下 那個是六級台階 我用了將近三十年的時間 謝謝 在這裡我要感謝上海電視節 白玉蘭 白玉蘭評委 把他們的關注給了我們 這個小眾的古裝懸疑劇 感謝騰訊視頻的張娜 還有這個三川的大王楊鵬 感謝他們對於這個繁城的付出 我們編劇導演王征以及我們所有台前幕後的 所有演職人員 最後我要感謝觀眾朋友們 是你們的支持熱愛 你們的嚴苛和你們的寬容 讓我們從事的這個職業變得神聖和有尊嚴 再次感謝白玉蘭 今晚她將陪我入眠 或者是一夜無眠 謝謝大家 寧里 稍留步 剛才寧里說了 這六個台階 她用了三十年的時間 非常有幸在三十年前 當寧里剛剛跨入這個表演領域 她還只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小演員的時候 我就認識了她 即便在那個時候 沒有人知道她 她依然是對每一個細節 資諸必較 並且永遠不願意躺在舒適區 但是令我意外的時候 她突然消失了 神明了 十年之後 再次回到這個演藝事業 不知道這個十年當中發生了什麼 你做了一個什麼樣的選擇 我覺得當時就是年少輕狂 覺得我已經了解了這個職業 這個工作 我想去看一看不一樣的我自己 然後走了一圈以後 我才真正地懂得欣賞我從事的這個工作 懂得了我自己 懂得了人生 所以我覺得這個選擇也是值得的 同時讓我真正地珍惜我現在從事的工作 和熱愛我擁有的生活 謝謝您李 大家記得您李在這個愛情神話裡邊 演一個小皮匠 其實這個戲裡邊並沒有小皮匠 怎麼去釘邪的這麼一個過程 但即便如此 您李還是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 專門找了一個鞋匠師傅 慢慢地把釘邪的這樣的一些步驟 全部學會 所以中國人講功夫在室外 所以大家以後 下面有什麼需要修鞋的可以來找我 好的 我可以幸福幸福 都到我這兒來登記 好的 再次恭喜您李 恭喜恭喜 然後我們再一次謝謝您老師 接下來我們要頒發的是 最佳女配獲獎 我們有請頒獎嘉賓 陳曉 劉丹 掌聲歡迎 大家好 我是演員陳曉 大家好 我是劉丹 很榮幸今天晚上和在座的同行們一起 分享這個美好的時刻 陳曉 我聽說有一句話說 光頭是見證帥哥的唯一標準 你覺得呢 首先今天能跟劉丹老師在一起頒獎 我覺得特別榮幸 我覺得在台下入圍的各位演員 各位老師 你們才是用演技硬空了觀眾 就像宋佳老師 他挑戰飾演重量級的歷史人物 把我們又帶回了風起雲湧的 紅色瞬間 然後每次看到 樊花裡 魯美玲 雙手插腰 我就忍不住地笑 我知道下一個鏡頭裡 魯美玲的那個腎上腺素 就直接飆到頭頂 天天我想問你 打人的感覺是不是很爽 還有倪洪傑 她的裝腔 我一直在想她是怎麼做到的 洪傑老師你可以教教我嗎 我在想我是不是也可以試一試 我記憶很深刻的 還有看姚玉玲跳Disco 還有在年代戲以後 如果能和江炎合作的話 要向她請教一些經典的舞蹈動作 精彩遠不止這些 現在我們觀看一下VCR 欣賞一下大家的精彩表現 請看大屏幕 獲得最佳女配角的是 第29屆上海電視劇 最佳女配角 我不敢看 江炎 南來北往 恭喜 恭喜 恭喜江炎 請江炎上台領獎 評委會的評語是 南來北往中江炎的表演流暢自如 鮮活地演繹出人物成長跨度的變化 體現出一種發自內心的真誠 劉丹老師在嘱咐江炎 謝謝劉丹老師 謝謝陳曉 謝謝你們 好 江炎發表獲獎感言 有一點激動 能和這麼多優秀的女演員一起提名 我很榮幸 很感謝白玉蘭獎 感謝評委會 授予我這份榮譽 她可以讓我收穫很多的信任 能讓更多的出品方製作方知道 我可以 我要說很多感謝的話 感謝南來北往 謝謝我們的出品方 中央廣播電視總臺 公安部新聞傳媒中心 還有愛奇藝 還有巨星天下 作本總謝謝你 堅定地選擇我 信任我 謝謝我們的導演 鄭曉龍先生 劉長夢先生 讓我有了 不好意思 讓我有了這個代表作 也謝謝我們的編劇 鋼板堂老師 李舟老師 讓我在姚玉玲那個年代 暢快地活了一回 這一朵東北大牡丹 瀟灑地綻放了一次 還要感謝我們南來北往 台節目後所有的創作者們 是你們所有人的能量 匯聚到一起 才讓我有機會站在這裡 還要謝謝我的家人 他們給了我很輕鬆的創作空間 讓我可以享受我的職業 還有我遠在法國的中餐廳的夥伴們 我沒有想到我真的 接到了這份好運 最後感謝所有的觀眾朋友 給予我的這份厚愛 祝今天晚上所有的朋友們 有一個愉快的夜晚 我很難忘 感謝 祝賀江炎 剛才寧李說了 她是花了30年的時間 走上了六個台階 但是對於江炎來說 她其實默默無聞 走了20年的演藝之路 才走上了白玉蘭的舞台 所以呢 編劇高滿堂老師說 江炎演的這個角色無與倫比 鄭曉龍導演說 從此你有了一部自己的代表作 熟悉江炎的觀眾都知道 她除了演戲之外 最樂意做的一件事 就是在家裡做飯 做菜 我特別想問一下江炎 您認為這個烹飪跟這個表演之間 有啥共通的地方 應該就是火候吧 烹飪的無論是多好的食材 都要掌控好火候 演戲也是一樣 就是不緊不慢 就像我小火慢燉 那現在這不就冒泡了嗎 那如果用一道菜來形容你自己的話 那你覺得會是什麼 形容我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一道東北名菜 拔絲地瓜 怎麼講呢 因為它首先呢 它很甜 它外表又香又脆 有一點堅硬 裡面呢細膩柔軟又很甘甜 關鍵呢它可以拔絲 就像演戲一樣 它可長可短 然後可彎可直 可以塑造各種形狀 希望你將來 為在座每一位評委觀眾 每人做一份拔絲地瓜 希望你能夠不斷地在白玉蘭獎的舞台上冒泡 對 姜妍真的非常非常的可愛 希望你能夠繼續盡情地演戲 盡情地生活 盡情地給我們的世界多加點甜 祝賀你 再次恭喜姜妍請入席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揭曉的是最佳導演獎項 我們有請頒獎嘉賓正在東方衛視熱播的電視劇 《玫瑰的故事》主演劉亦菲萬倩 掌聲歡迎 大家晚上好 大家晚上好 我是演員萬倩 我是演員劉亦菲 今天高朋版座 見到了這麼多優秀的前輩和同行們 還有他們帶來的優秀的作品 我覺得新潮很澎湃 亦菲 你的心情怎麼樣 我也覺得特別開心 而且我們的《玫瑰的故事》剛播完 在這邊見到你看大家也很開心 然後非常的期待 因為要揭曉的這個是可以說分量滿滿 而且今天入圍的每一部作品 每一部作品的導演我都非常喜歡 是真的 我在看到名單的時候 我就非常非常非常懂你 那你有什麼期待 期待咱倆在合作唄 更期待來年咱們《玫瑰的故事》 可以在白玉蘭進行一次更美的相遇 這個說得好 我也很期待我們的下一次合作 也期待明年白玉蘭和《玫瑰的相遇》 那麼現在呢 讓我們一起來看大屏幕 獲得第29屆白玉蘭最佳導演獎的是 《欣爽漫長的季節》 恭喜 祝賀欣爽導演 請登台領獎 評委會的評語是 《漫長的季節》 用獨特的導演手法 講述了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 真實在現了時代變遷 在生活困境中顯示出牽手的力量 實現了戲劇內容與影像風格的 高度統一 好 我們請劉宜霏和萬倩 為新上導演頒發榮譽 謝謝兩位頒獎嘉賓 謝謝 好 我們請新上導演發表獲獎感言 謝謝 有點沒想到 感謝白玉蘭 謝謝所有的評委 謝謝你們對漫長季節的認可 謝謝你們對我工作的認可 然後我要謝謝 謝謝騰訊視頻 謝謝哪裡哪裡影業 謝謝你們對我的支持和信任 然後 然後 怎麼那麼激動我 對不起 然後 謝謝 我的 漫長的季節的所有的我的同事們 不管你們是台前的還是幕後的 今天來的還是沒有來的 因為漫長的季節這五個字背後 不是某一個人或者某一個名字 它是一個創作的集體 我作為這個創作集體的一部分 我覺得非常的榮幸 謝謝你們 然後 還要感謝的是所有的觀眾朋友 然後 其實除了這個獎盃之外 在我心裡還有很多很多的獎盃 都是你們給我的 就是對於我來說 你們的每一點喜歡 都是我的一個獎盃 我會好好的把它珍藏在我的心裡 然後你們在 你們按照我的說 讓我趕緊上班這件事情 我看到了 然後在這裡 我也要按照你們一下 我現在每天都在非常認真 努力地工作 沒有偷懶 請你們放心 然後 謝謝我的家人 之前我一直說 謝謝他們的包容 我這一次不想說謝謝他們的包容 我想說 我以後會盡量做得好一點 在生活裡也扮演好幾個 我自己的角色盡量少地讓你們包容我 我愛你們 新鮮導演請留步 我們還有幾個問題要問您 對 看來這個美甲這個指甲的顏色 也是你的幸運色是吧 我們知道從去年開始呢 網劇也納入了白月瀾獎的評獎範圍 這個漫長的季節也是在網絡上進行首播的 我們聽說啊這個星島呢 特別喜歡在這個電視劇播出的時候 看彈幕 對 有沒有什麼印象特別深刻的彈幕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的嗎 因為我其實是跟著觀眾一塊兒追的 但是我基本都在看那個觀眾發的彈幕 我其實印象最深刻的是最後一集吧 第十二集 結尾的時候那個老年網響 對著年輕的自己喊 往前看別回頭的時候 整個彈幕上打滿了 往前看別回頭 在那一刻我感覺到創作者和所有的觀眾 在那六個字裡邊相遇了 我們在那一刻我們的距離是那麼近 然後那個共鳴聲是那麼震耳欲龍 我們知道這個星爽導演啊 是一個細節控 每一集的片尾曲都是星爽導演嚴選 如果選一首歌能夠代表 回顧自己創作的這個心路歷程 你會選擇哪一首 我們歡迎星爽導演給大家唱一段好嗎 我謝謝 星爽導演奇才 他是學國際法 後來又喜歡音樂又做導演 那我試一下吧 但是我要先跟蕭玉宏老師道一個歉 如果一會兒出現了比如說難聽這種詞條的話 不是這個歌的問題是我的問題 來 我們掌聲歡迎一下 希爾東廳唱哪首歌 然後 再 不是再揮手嗎 我說台下的大家如果能夠幫我一起的話 我就非常感謝 再揮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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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會說 經濟彌補 今夜不會再有 難捨的舊夢 曾經與你有的夢 今後要向誰訴說 太棒了 其實希望導演的嚴謹 體現在很多方面 這部電視劇給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是陳明浩先生的這個舞姿 可能很多人認為他是一個本色表演 天生就會跳舞 其實告訴大家 陳明浩原來是不會跳舞 花了很多的時間把這個舞學會了 可是不巧又摔成骨折 為了能夠很好地展示這麼一個跳舞的片段 新少導演幾經調整 一直等到陳明浩這個骨折全部痊癒之後 才拍攝這樣的一段片段 明浩是不是這樣 所以剛才這個新少導演上台的時候這段音樂 我們就會想起這樣的一個非常難忘的片段 今天非常好的機會 明浩在我們的這個現場 我們是不是歡迎他給我們再跳一段怎麼樣 陳老師來 魔性的音樂響起來 驚喜 來 掌聲歡迎 給我們跳一段好嗎 來 來 都可以 謝謝陳明浩 也恭喜新少導演所帶領的漫長的季節的劇組 希望你們能夠再度創作出大家所喜愛的網劇 從隱蔽的世界一直到漫長的季節 對 好 現在的彈幕寫著欣賞導演快上心 快上心 好 來 我加油 謝謝 祝大家今天有我的好心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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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如席 好 接下來我們要為大家頒發的是 本屆白玉蘭獎的最佳男女主角 首先揭曉的是最佳男主角的歸屬 讓我們有請頒獎嘉賓 第29屆上海電視界白玉蘭獎評委 演員游詠智以及演員張小斐 掌聲歡迎 大家晚上好 大家晚上好 我是演員游詠智 我是演員張小斐 今天非常榮幸能夠站在白玉蘭的舞台上 和游詠智老師一起頒發 本屆的最佳男主角獎項 我也想問一下游老師 今年您作為評委最大的感受是什麼 頭疼 頭疼 難 因為今年的好劇太多了 好演員也太多了 所以我們在評選的過程當中十分糾結 真的是很難選 是 剛在後台聊天的時候 也感受到了我們這個游老師的這個糾結 那同時我也跟大家一樣非常的期待 今晚這個獎項能夠花樂誰家 我覺得大家肯定還沒看夠 所以接下來讓我們一起通過VCR 看一看五位提名的最佳男主角的 高光時刻 好 看完各位的高光時刻 我想大家一定很想知道他們此時此刻的心情是怎麼樣 你看 主持人曹可丸已經下去了 謝謝游泳之和張小斐 那麼今天的幾位最佳男主角的入圍者 都在我們的現場 我們特別想知道 他們今天來到白玉蘭獎的頒獎現場 他們的內心究竟是怎麼想的 有的可能是第一次來到我們的現場 有的可能已經是獲過獎 對這個舞台已經是非常熟悉的 所以我們先來問一下胡哥 胡哥告訴我們 此時此刻你想的最多的是什麼 因為曾經你藍牙榜獲得了白玉蘭獎的最佳男主角 去年也是入圍了最佳男主角 我覺得入圍就是最大的認可 我本來一點都不緊張 我現在我可能心跳已經 我可能現在心跳已經有160了 但是我覺得真的做演員特別特別的幸福 剛才我們在來的路上 和報道時代說 在劇組所有的公眾裡面 演員是最幸福的 因為是所有人為你搭好了這個舞台 讓你來表現 所以今天無論我是否能夠獲獎 我都要感謝大家 我印象當中這個胡哥在 藍牙榜獲獎的時候說過這麼一句話 你說一個演員其實每演一次戲 拍一部劇都是一次學習體驗的機會 演了一部好劇演了一個好角色 就能夠成就一個更好的自己 所以期待胡哥在每個角色當中都能獲得成長 能夠成就一個更好的自己 希望你能夠有所掌獲 謝謝謝謝 我們再來問一下丁永代老師 丁永代老師呢 是去年的白玉蘭獎的最佳男配角獎 那今年我看到了這份入圍名單 第一時間就跟丁永代老師打電話 丁老師特別地謙虛說 我特別感謝白玉蘭 我主要是來向青年演員學習 丁老師有什麼話跟我們說 很激動 很興奮 能跟幾位非常優秀 我非常喜愛的演員一起入圍 對我來說這也是莫大的榮譽 我希望今天晚上大家都有好運氣 好的 祝願丁永代老師今天晚上也能夠心想事成 我們再來問一下王陽 王陽也是在這個片場緊張地拍戲 來到我們的現場 來 您跟我們說兩句 我覺得此刻可以坐在 這麼多優秀的演員中間 我覺得很幸福 很溫暖 也因為這份幸福和溫暖 我此刻特別地淡然 去年是叛逆者 今年是追風者 希望王陽能夠成為一個孫行者 上天入地 能夠演出更多靈動的角色 祝願您 最後我們請王仁鈞 王仁鈞跟我們說幾句 我此時此刻想起我們問蒼茫的一句台詞 星火成句 今天的白玉蘭的現場 是我們中國電視人相會成的一條榮耀之路 不管得獎與否 我都予有榮焰 謝謝王仁鈞 所以小斐跟這個游泳志都看到 每一位演員他們的這種寬闊的胸懷和很高的格局 所以聽了這幾位入圍演員的表述 我突然想起范薇老師那部劇當中 經常說的話 剛才星爽導演也說了 就是往前走不回頭 我們看到每一位演員 都把自己的經歷 注意力 放在自己的演藝事業的未來 好的 我們盡頭再切回游泳志和張曉斐 那我們就揭曉獎項吧 謝謝 獲得第29屆上海電視節 最佳男主角獎的是 胡歌 繁花 獲得胡歌 恭喜胡歌 評委會的評語是 繁花中胡歌的表演 用個人獨特的生命體驗 豐富了角色的性格內涵 充滿激情而又含蓄運介 從容不迫地勾劃出 人物成長的精神軌跡 好 謝謝兩位班展嘉賓 謝謝游泳志 張曉斐 謝謝你們 來 胡歌 請發表獲獎感言 首先我要感謝 把越南的各位評委 把這份榮譽給了我 同時也要感謝 騰訊視頻一直以來 無條件的支持 我想今天在這個有限的時間裡面 把我心目中的一份長長的感謝的名單 能夠在這個舞台上有機會可以念出來 因為我剛才已經說了 演員是整個劇組裡面最幸福的一個職業 所以沒有你們 我今天不會獲得這份榮譽 首先要感謝王家衛導演 他是繁華劇組的靈魂 他成就了劇組每一個工作人員 包括演員的成功 我要感謝 我要感謝鮑德錫老師 感謝製片人彭濟華女士 感謝我們的編劇秦文 感謝美術圖男老師 感謝金成玉老師 感謝陳陳 然後我還要感謝今天 沒有來到現場的我們的分組導演 李爽 成亮 陳真 感謝造型師陳顧芳老師 我們的服裝指導董東老師 感謝陪我日夜奮戰的我的團隊 感謝感謝我的家人 對不起 我今天 其實我今天沒有特別想要說的 除了感謝就是感謝 謝謝 謝謝胡哥 真替你開心 恭喜胡哥 時隔八年之後 再次獲得白玉蘭最佳男主的桂冠 此時此刻 導演組為胡哥準備了一份特別的禮物 我們來看一下是什麼禮物 胡哥 自己給大家說一說 這條圍巾背後的故事 請問一下 《繁華》在開拍之前向全社會徵集道具 我當時也給劇組送了一些 對我來說非常重要的和珍貴的物件 其實是我母親生前留下來的一些 比如她的衣服 包括她用過的縫紋機 我想通過這樣的方式 能夠把這一份 再也回不去的記憶 可以通過影像能夠留下來 我很感謝導演給了我這個機會 也讓我實現了這個願望 其實這條圍巾就是 用我媽媽之前沒有捨得用 一直存著的那個融線支撐 真好 大家看到在電視劇當中 寶總的初戀情人雪芝 第一個鏡頭迎面 走過來的時候 雪芝的圍箔上 圍的就是這條圍巾 所以寶總這個角色 這條圍巾 不僅僅是胡哥對於表演所付出的 一片真心 更是凝結了他的母親 對自己兒子的一份期待 我記得胡哥有一段時間 因為母親的病情不太穩定 他謝絕了所有的拍攝 只在上海演話劇 我印象當中這一年你演了三部話劇 所以當時我跟他開玩笑說 這一年是胡哥的話劇年 其實 我第一次見王家衛導演的時候 我母親還在世 我回去以後我很興奮 我跟他說 我見到王島了 我有可能會加入他的劇組 當時我媽媽就跟我說 那你不要讓人家失望喔 然後18年的時候 我當時在武漢拍戲 那個時候 母親的身體狀況不是特別好 所以我就想說先不解析了 然後 Jacky 彭其華 我們的製片人 她專程到武漢來找我 她說你應該加入反華劇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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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相信 胡媽媽在天上一定會 知道自己的兒子 演了這麼一部好劇 演了這麼一個好角色 胡媽媽一定會感到特別的欣慰 嗯 祝愿胡哥 永遠為我們輸出巔峰演技 永遠懷著一顆赤子之心 永遠用你的作品 像這條圍巾一樣 溫暖人間 祝惠 再次祝賀胡哥 請入席 謝謝 好 觀眾朋友們 那接下來我們來繼續頒獎 我們要揭曉的是 最佳女主角獎項 讓我們掌聲有請頒獎嘉賓 本屆白蘭獎 電視劇單元的評委 著名演員海青 曾經榮獲第28屆 上海電視劇最佳女主角的演員 吳岳掌聲歡迎 大家晚上好 我是演員吳岳 大家好 我是海青 海青啊 我想問你一下 這段時間在上海過得怎麼樣 不好過呀 因為大家都看到了我們今年的 入圍的影片之優秀 我們的演員之優秀 水平之高 真的是這麼多優秀的作品和演員 而你只能選一個 真的很難 是 我今年看入圍名單的時候 真是高手雲集啊 每一位演員都在自己的角色裡面綻放 唉 如果我是評委 我也覺得醜得慌呀 是啊 往上網說我是白玉蘭怨婦 說實話我這當怨婦都比當評委好 至少怨婦不糾結啊 當然了我也沒有什麼好抱怨的 因為表演這件事情永無止盡 總有人比你優秀 我們要向優秀看齊 優秀的演員就是我們的榜樣 好 那下面我們跟著這段提名的VCR 一起來欣賞一下優秀的他們吧 下面我們把時間交給余氏 余氏交給你了 謝謝海清姐 謝謝五月姐 好 現在這個 非著名記者小魚上線 剛剛曹老師的採訪非常的精彩 我現在得想一個 別的辦法來採訪一下各位入圍的姐姐們 要不就這樣 我們用一句句中的經典台詞 來分享一下此時此刻的心情 顏妮姐先來吧 來 如果聚中的話我就想說 人活一輩子最終還是要找到自己 我也希望我在白月來能找到自己 謝謝 好 人活一輩子就必須要找到自己 這個時候我突然想到了一首 經典老歌 也不能叫老歌 經典歌曲 我有點憋不住了 我得唱一下 花啦啦啦啦啦天在下雨 花啦啦啦啦啦雲在哭泣 顏妮姐來一段 我不會花啦啦 這個 花啦啦的滴入我的心 孫玉萍說過 好 人活這一輩子 必須要找到 我會在回手 自己 自己 好完美 雖然有點垮 但是還是勉強地完成了 我相信 有點垮還是一個 但沒事 我相信孫玉萍外婆的每一次出逃 都代表着在找自己 好 我们也知道严妮儿姐 曾经收获过一枚白玉兰 也希望今晚能够再次绽放 谢谢 好 接下来我们来到 林看律师的身边 请周迅姐发 不是发表 对 不能这样说 就是请周迅姐 分享一下此时此刻的心情 现在就是兴奋又紧张 兴奋又紧张 那么有没有一些经典台词呢 经典台词是 人没有天生就强大的 让我们一起加油 说得太好了 我觉得还有一个小点 是林看律师的这个名字 特别的巧妙 看就是给勇敢留一道门 大家可以看一下 林看的看字是怎么写的 我觉得这是展示出了 满满的girls power 好 接下来我们到下一位 来到唐妍姐的身边 也请唐妍姐用一段经典台词 然后形容一下此时此刻的心情 谢谢你的呐喊 我觉得经常庆功就能成功 在今天这个场合来说出这句台词 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我觉得提名即肯定 今天在座的都是优秀的演员 所以无论谁获奖 我都为此开心 都值得庆功 说得太好了 经常庆功就能成功 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 有这样正向的心态迎接 属于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成功 好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 继续回到舞台上 我们共同期待荣誉揭晓 来吧 第29届上海电视节最佳女主角 恭喜周迅 祝贺周迅 请登台领奖 平永辉的评语是 不完美受海人中 周迅的表演准确地把握了 角色内心的丰富层次 人物塑造 固着痕迹 演员个人魅力 与角色性格特征浑然一体 好 谢谢 谢谢吴远和海青 来 请周迅发表获奖感言 先恭喜每一位入围的女主角 也恭喜我们同时入围 然后我想说的是 首先要非常感谢高雪儿宝如 你们那么勇敢地写了这么一个故事 然后谢谢刘涛 我的好朋友 他那么勇敢地投了这个电影 然后剧 投了这个剧 对 因为前两天刚参加完 那个上海电影节 所以有点 然后要非常感谢的是洋洋导演 因为他对我坚定地选择 让我在这个年龄段 有了一个新的角色的尝试 非常感谢您 然后一次来了啊 非常感谢储夕 晓允 然后影儿 黑泽 周承奥 然后还有今天没来的刘怡君老师 陈树 还有董洁 因为就像大家刚才 所有的获奖者说的一样 一部好的作品 是台前幕后共同的努力 那也想要跟全国的 致敬全国的律师 然后希望你们身体健康 可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谢谢 再次恭喜周迅 在久而之后 再度获得这样的一个荣誉 我特别想问周迅啊 两次获奖差不多隔了八九年的时间 心情上有一些什么不同吗 其实还是 因为白玉兰是至高的奖项 对 作为演员来讲 是演艺生涯的肯定和鼓励 然后是很想得的 还是很想得的 我发现你今天的造型有点特别 特意戴上了一副眼镜 这是特意为我们今天 颁奖典礼设计的吗 还是为林看律师设计的 那倒也不是 现在也是真的到了 戴眼镜的年龄了 今天呢 我们也给周迅准备了一份小礼物 在此刻送上 最合适不过了 我们有请于氏 来 于氏 于氏特别精心准备了一个 礼物给周迅 这是林看同宽解压球 在剧中林看作为一个非常冷静自吃的律师 时常拿在手中解压 但此刻送上这份礼物 更加希望周迅老师 不管是戏里还是戏外 都能摆脱一切烦恼 在此刻享受这份最纯粹的快乐 非常的解压 我捏了一会儿也是释放了压力 好 再次交到迅姐手里 好嘞 看到这个熟悉的解压球 有什么想说的吗 这个我觉得演员很有趣的是 这个是我家的一个小朋友 他玩的 大概只有个六七岁 这是他玩的一个东西 然后那个时候在准备 零看这个角色的时候 正好出现在我的面前 所以我就把它拿来用了 然后事实证明 他帮我完成了很多 在脸上不能完成的戏 也都是在靠他来完成 就是不管他把它拉成长条啊 转圈圈啊 或者一颗一颗啊 这都是一个表达的语言 对 所以这个生活里面 拿来的东西还是 就可以帮助到角色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也希望周迅能够带来 更多的作品 来治愈更多的人 也希望你永远保持 对生活 对演戏那份热烈和天真 为你开心 好 请周迅入席 也谢谢于世 谢谢 好 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是 评委会奖 有请颁奖嘉宾 本届白玉蓝奖电视剧 单元评委 文艺评论员李月森 导演杨磊 掌声欢迎 大家好 我是李月森 大家好 我是杨磊 很荣幸这次和李老师一起 担任电视剧 单元的评委 共事了这么多天 我学到了很多 受益匪浅 您是文艺评论家 经常需要针对一部作品 进行点评 但是今天 我特别想知道 您会如何点评 今年入围的所有的作品 您这是要给我上难度啊 我想呢 用三个字简单地 说说我的感受 第一个是广 用广阔的视角 观察世界 思考人生 第二个是经 让大家能清晰看到 时代精神与永恒精神 中国价值 与人类共同价值的结合点 第三个是共 不同的题材 类型 风格 百花静放 让行业与观众 共化当下 共望未来 杨岛啊 我是您的粉丝啊 不敢当 不敢当 有一个问题啊 您能不能 跟我们观众剧透一下 三体二 什么时候 能够跟观众见面 谢谢李老师的关心啊 三体二正在筹备中 我知道大家很着急 但是先别急 我们还是先揭晓 今天的奖项吧 获得第29届 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 评委会奖的是 很紧张啊 恭喜问苍芒 恭喜获奖作品 请看大屏幕 和获奖的 同期获奖剧组上台领奖 评委会的评语是 问苍芒成功地塑造了 一席风发 坚毅果敢的青年毛泽东形象 再现了革命领袖的 求索精神和人格魅力 谢谢班奖嘉宾 谢谢请你们入席 好 我们请获奖者发表感言 尊敬的各位来宾 各位艺术家 女士们 先生们 大家晚上好 非常激动啊 今天第一次 站在白玉兰的讲台上 激动了 吃螺丝了 感谢 所有的播出平台 感谢 我们的总编剧 陈静老师 梁振华老师 还有我们的导演 王伟 当然我还要感谢 所有的 为问苍芒剧组 奉献的所有的演员们 文君老师 宋家老师 温苍芒啊 是我们为纪念毛泽东 诞成130周年 制作的非常荣幸 我们有幸 向观众展示了 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 和鲜活的展示了 向下扎根 向上生长的毛泽东的青年形象 作为湖南广电 效应集团 我们深知 奸商的责任 按道理啊 是更多优秀的 创作者应该上台领奖 比如说梁振华老师 应该是你来上台 我是作为代表 在此举歌功 谢谢 我是来自毛主席家乡的 最后啊 我想用我们湖南的家乡方言 说一句我们温苍芒的诗句 昌辽阔 温藏茫大地 水珠臣服 欢迎到湖南去玩哦 我们湖南会生产出更多的 优秀的作品 回馈观众 柏玉兰奖 万岁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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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 我一段没想到就吃了个螺丝啊 我真没想到要获奖啊 谢谢 再次祝贺汶苍芒剧组 谢谢 好的 接下来我们要隆重地揭晓 今天晚上最后一个万众瞩目的奖项 最佳中国电视剧 让我们有请颁奖嘉宾 本届白玉兰奖电视剧单元 皮委会主席导演严建刚 著名导演李俊 掌声欢迎他们 各位大家好 我是李俊 评委 颜建刚 很高兴和李俊导演在这座创新之城 为大家揭晓最佳中国电视剧 讲的归属 其实创新对我们每一位导演来说 都不陌生 也不容易 很想知道李导 如何面对这样的命题 这个命题实在是很 很大也很严重 我也很荣幸 能跟颜导演一起共同来颁发这个荣誉 我觉得对创作者来说 对导演来说 创新呢永远是最具有诱惑力的 但同时也非常有挑战 就我本人来说呢 我年轻的时候会更喜欢 在形式和技术上进行一些创新 现在呢更愿意从时代的脉络入手 对人生提炼出一些新的看法 展现出生活的底色 当然今天我也很想趁这个难得的机会 请教颜导演 时隔九年再次出任白云兰评委主席 今年的入围作品又这么精彩 都是非常厉害 那给您带来一些什么样不同的感受呢 激烈吧 九年变化 巨变吧 巨变 各方面都在变 但是我们电视人的创作初心没有变 很感慨今年这么多优秀作品 但是也很为难 也很为难 向大家汇报一下我们评委会的评讲过程 十二个字 七位评委 各述己见 反复讨论 投票决定 感受到所有入围作品创作者的诚意 感受到大家为杰作两个字付出的艰辛 你来吧 我对于颜导演的这些话 我相信我自己真的也是非能安感同身受 现在大家都会说电视剧整体都很卷 但是好作品涌现 就会让电视剧整体的正向的卷起来 没有爆款逻辑 只有用心的创新 才能走在时代的前列 看大屏幕吧 最后一个奖项 最重的一个奖项 也是最难定夺的一个奖项 昨晚的最后一课 评委们才给予了最后的表决 我们集中参照了两个维度 一是一部电视剧 专业性的综合呈现度 二是一部电视剧 一部电视剧的美学贡献度 依据这两个维度 最后评委们给出了最后的决定和选择 是一部电视剧 我好紧张 严导演说我更紧张 获得第二十九届上海电视剧白玉兰奖 最佳中国电视剧的事 还是评委主席来的 专门地呈现出普通人 追求美好生活的创造精神 来 请我们演员们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 来 还有我们所有的幕后制作人们 我们的出品方代表 我们请两位嘉宾把奖项 搬给我们的剧组代表 好 谢谢我们的两位颁奖嘉宾 现在我们请剧组代表来发表感言 大家晚上好 作为繁华的出品人之一 倍感荣幸 代表私家出品方 衷心感谢白玉兰奖评委会 今晚我们要特别感谢 王家卫导演 没有王导的付出 就没有繁华 要感谢 所有台前幕后的主创人员 演织人员 没有你们长达四年的坚守 也没有今天繁华的绚丽绽放 今年刚好也是迎来 上瘾场建场七十五周年 我想这个奖杯 是献给他最好的生日礼物 对上瘾而言 出品繁华 是对上瘾精神的传承 我相信 每一部经典制作的诞生 都离不开初心 降心 还有时间 就像繁华中所说的 目标 从来不遥远 一步步一天天 尽管全力以赴 剩下的交给时间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恭喜我们所有的剧组成员 这个记得戏里面呢 汪小姐有句名言 刚才唐一也说了 经常庆功才能成功 那今天显然是一个成功的夜晚 我们的繁华剧组 收获了五尊白玉兰的奖杯 所以我们也准备了一个特别的惊喜 要给我们现场的剧组 我们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 推上繁华同款红宝石蛋糕 来 我们可以请我们的这个 请为主创 切一下这个蛋糕 来 胡哥来 我们一起来切一下吧 好不好 走走 汪小姐 来 师傅 来 我们再次把热的这掌声 送给繁华剧组 祝贺他们经过三年半的艰苦的创作 贡献了这么一部 可以跨越时代的经典的作品 我们一起来合影好不好 记录下这经典一幕 3 2 1 春去秋来花落花开 只要心中的繁华不凋零 罗曼时永不落幕 我们也请我们所有的剧组成员 每人在台上的跟我们分享一句感受 好不好 每人分享一句好吗 这样我们话筒传递一下吧 经常成功就能成功 吴越 我特别特别发自内心的想说一句 汪小姐加油 汪小姐 来 汪君 我特别想说一句繁华精神 就是他们数年拼搏 数年坚持 然后对每个细节都是精益求精 这些能量我们要汲取 来 汪小姐 唐嫣 无许想要死亡 我觉得三生有幸能够成为繁华的一员 这四年来对我来说收获非常大 所以我非常珍惜也非常享受所有的过程 谢谢王家卫导演 谢谢所有的繁华同仁 谢谢 胡哥 谢谢我还有机会 因为刚才我忘记感谢游本昌老师了 没有他阿宝就成为不了宝总 在整个拍摄过程中也是游本昌老师让我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得意双心 谢谢 然后还有一句话吧 春风不负赶路人 相信中国电视剧的未来一定会处处繁华 彭气华老师 谢谢很多人了 谢谢唐春时评 谢谢湘瑩 谢谢我们所有的台阅幕后 你们太伟大了 我太感动了 你们一起加油 好 谢谢彭气华老师 金儿总刚才已经发表感言了 我们请董勇 要不要唱一下安妮 我要谢谢王家卫导演 因为很多年来我都在寻求自己表演上的突破 是她在这三年来给了我一个平台 让我耍得贼痛快 我想说的是白玉兰 江湖再见 卢美玲 范婷 卢美玲今天其实准备了一个道具 冯在里面是一个卢美玲在这个金美玲的时候一张抽奖券 是我的道具 就是 是我的66号的奖券 然后是我问道具组 就是拿来 当时拍完我那场戏的时候 我一直留到现在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卢美玲的一个幸运 虽然今天没有给我自己 但是给了我们整个繁华的剧组 而且我觉得人还是要有梦想的 无论如何 梦总是会成真 我觉得下一次我一定还会再来白玉兰的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导演 我等会来找你啊 导演 净恩老师 希望我们大家巨师一团伙 散事满天心 我期待在未来的剧组里面 跟你们再次共事 谢谢大家 我很珍惜跟大家在一起的日子 谢谢你们 图南老师 希望繁花不散 期待下一次 谢谢王家卫导演 谢谢我们每一位 我觉得得了最佳电视奖 比我自己拿的那个奖 我觉得还更高兴 然后我要替两位演员 要他们加油的 马依丽老师和辛止蕾老师 加油 好 谢谢 谢谢掌声再次送给我们的繁花剧组 谢谢你们 期待我们每一位优秀成员的下一对作品 来 请入席 我们的卢美琳 卢老板 叠光顺好 我以为卢美琳要把蛋糕收回家去了 好 朋友们 来宾们 随着最佳中国电视剧的揭晓 那么本届上海电视节所有白玉兰的奖项就已经全部搬出 在这里要祝贺所有捧得白玉兰奖杯的电视工作者 更要感谢所有亲情参与本届上海电视节的海内外电视人 我想无论得奖与否 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岗位 每一位默默耕耘努力为观众奉献精品加作的所有中国电视人 都值得被质疑最热烈的掌声和最真挚的敬意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著名歌唱家张英席 青年歌手黄霄云 共同带来上海电视节节歌歌声与微笑 掌声欢迎 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 请把你的微笑留下 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 请把你的微笑留下 明天明天这个城 飞便还叫天阳 飞便还叫天阳 明天明天这个城 将是明夜春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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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明天这个城 飞便还叫天阳 飞便还叫天阳 明天明天这个城 将是灭烟春花 将是灭烟春花 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 请把你的微笑留下 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 请把你的微笑留下 明天明天这个山 非面海角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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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明天这个山 将是灭烟春花 将是灭烟春花 明天明天这个山 非面海角天涯 非面海角天涯 明天明天这个山 将是灭烟春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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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感谢各位的光临 让我们相约明年 相约上海 相约白玉兰 朋友们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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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